劉德華入行40年舉行首個藝術展 展覽第一日華仔都親自現身介紹作品 這次華仔除了跟五位藝術家合作之外 背後還有第六位神秘嘉賓 她就是華仔11歲的女兒Hana 其中一幅蘋果圖畫作品還很搶眼 那個蘋果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畫的畫 也是老師 那個是我以前帶她去找老師學的畫 畫完之後老師就說 你一定要好好地培養一下 從那一陣子開始 我就不停開始跟她畫畫 雖然我是不遺餘力地培養她 但是也要看她的喜好 現在慢了下來畫畫的情況 作品沒有分說哪一幅是你畫 哪一幅是你畫 是否專門給大家思考一下 是呀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告訴你們 到底誰 其實有很多大家都覺得好那幅都不是我說的 有一些專業那些就說 或者說你應該跳開一個框框 你看你女兒的創作空間比你寬闊 華仔對這次合作的五位藝術家讚不絕口 而他們對華仔都很欣賞 其中有幾件展品就是他們以華仔的經典電影作為主題創作 其中有情和大隻佬是我們選了一些裝置的時候 然後跟他一起討論 其中有情最重要的就是他經過一些時間的考驗 在裏面出來的東西是漂亮的 但是脆弱的 看到這次展覽裡面 真的好像是你的心路歷程 有融化的經驗 亦都有一些圖形的討論 其實算不算是說 在生活的重複性裡面依然有些動人又難忘的時刻呢 我劉德華最多人說的就是我努力 其實這種重複原來都是一種藝術 我們選擇了把閃妖成為我第一個跟大家見面的一個作品 希望由我最初接觸跟大家一起分享 華仔是早年創作的兩個公仔 在Andox & Box這次還發生巨型藝術作品 擺放在戶外供大家欣賞 華仔也有說回作品背後的特別意義 那兩個兒子是我在甘肅的時候一次沒有親節 我很想又沒辦法回去 那時候就剛剛又認識有網 就是我們自己AWC有自己的網 我就很想做一次媽媽 然後我也做了如果我們可以找回以前 我做了一個康乃卿 那隻牛仔就拿著 拿著就送給媽媽 就好像他送給我 代表了我對媽媽的思念 所以是那個開始 後來就覺得一隻兒子好像孤獨一些 所以很快就會有黑色 白仔和黑仔就是這樣產生 他跟了我一段時間 但也可能很多人透過他 知道我一些很閃為人知的生活